Yo 我是老衛 這一款夜光的RG初號機啊 不曉得這一款你有沒有熟 就是因為RG的初號機 就是目前看到來講的話 就是後面他連三號機都出 而且三號機就是還要同捆 就是一定強迫你要去買那個盾 所以我要連單買個三號機的機會都沒辦法 好啦 反正就是我覺得這個坑應該會越填越大 所以總有一天一定會出十三號機的 所以請大家拭目以待 好啦 那這一款不曉得這款螢光的塗料啊 就是原本的普通的通販版大概是1000出頭塊錢就可以買的到 但是他現在就是多了一個螢光的感覺 現在就暴增到1500塊 多了500塊錢去買夜光的感覺 不曉得你買單嗎 好 那趕快來看一下就是這一款啊 這一款就除了是不是 這個裡面他還有這個單付這個就是打開ATD廠 好像就只有這一款有吧 就是其他的DX版是付那個D台嘛 然後普通的通販版是沒有這個 所以也算是好像 好啦 就是 有夜光然後再加ATD廠 感覺還OK啦 那趕快來看一下這種夜光的感覺吧 我一開始以為是只有夜光 沒想到他連他的那個紫色的部分 都有做 類似像 電鍍的處理 就是應該算是噴噴的電鍍的那種感覺 感覺好像還蠻不錯的 他把這些部分都把它改成夜光的這種材質 感覺算是一種新的突破吧 不曉得以後會不會蠻多 不管是鋼彈啊 無音戰士的機體都 可能會用這種夜光的感覺 我覺得是 還蠻不錯的一種新嘗試吧 而且因為畢竟 這一款 我覺得現在 感覺起來 好像多500塊錢多個ATD廠 多這種噴圖的 這種紫色 然後夜光的感覺 好像還算是蠻不錯的 只是就不要太常說 因為太常說的話就感覺 好好好可怕 好坑喔 好那其實基本上其他顏色的話基本上都跟之前的通販版的顏色是一樣的 紙貼然後就是基本上就是 這種紫色這種感覺 我覺得 用反光亮亮其實真的還蠻好看的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ATD廠的這個就是還有就是把你已經 破口的部分 好 那 鎖明書的話應該就跟之前的通販版是一樣的 然後只是裡面 就是在跟你講說這個ATD廠你要怎麼去把手去撕開啦 所以我覺得好像這款目前開起來感覺還不錯 那 不曉得說這款 RG的初號機 你還會想要再多收一支嗎 如果 如果你沒買過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直接上這款 夜光的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好啦 就是 DX版 我真的覺得多那個地台真的是有多 真的是跟美多 沒什麼差 好 我們下期再見囉 拜拜